我這次拍完詩人之後 除了王先生和寧偉堂 我是覺得特別對我來說 有一個很正面的意義 他們令我覺得 個人保持到自己的原始性格 和自己的真實感受 是最重要的 你在精神上 你會覺得 詩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詩是賺不了錢的 是沒有錢賺的 而且是虧本的 我要 我有一份正職來養這個詩人 其實這些東西是為了生存下來的 但問題是生存下來就是為了詩 唯心裡面是這樣 但你表面上可能沒有什麼差別 譬如我在報社做事 我跟人沒有什麼分別 是一樣的 真實詩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延世的 那種即時的 因為寫詩本身真的 大家都做得很準備 如果是真的出了名 或者有幾個讀者算是幸運 而那些沒有 就是應該的 所以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痛苦是應該的 快樂就是幸運 你用心情來看 那你就不能輸了 小時候阿爺教我 口把口這樣教 教一句 念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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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言七言 然後當我推水到香港 他就教下長恨歌和琵琶 叫我爸爸教 我爸爸就無心插樓 我很記得 他一下班就在外面 乘涼 又拿著一本書 漢人眾色師兄角 我讀 他每次都不知道教七句 大天就唸了 所以我的長恨歌是這樣唸回來 一路對詩是胎教 很小時候就唸唸唸唸 然後有些明明 然後自己寫一些英文詩 就寫過去 即是有押韻的 給阿六 我忘記他講什麼了 但就是時候 然後呢 我竟然燈了 嘩 我拿著一本學生的照片 就不敢讓人知道 但是收了這些稿費 就不知道他買了一支唇膏 還是請了我妹妹吃東西 其實我這個陰影 一直到 那時候二十八、九歲 我一直到四十幾歲 才基本上消息 我們用中醫力講 就是容器不足 因為我那些做義班 又是很消耗 以前他身體就比較陰 譬如你行山 如果你行到陰一點 他自動作為 嘩 他的毛孔就會滑上來 他人的身體很奇怪 但你當你的身體好貼之後 這些就沒事了 以前搭地鐵 那時候火車過來 過來要退到很遠 就怕自己跳下去 很奇怪 他有一種吸引力 你知道嗎 我覺得剪接剪得很好 還有裏面有幾個主要問題 我覺得是 去到尾我們解決了 因為我以前拍很多戲 都是覺得有問題 但未解決就想了 可能有幾場戲 需要重拍 步拍 那些東西 差這些東西 看電影有些驚奇是好的 但如果別人預期你是這樣 你這樣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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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這次我們可以改到 因為我們的音樂幫到 因為我們的音樂幫到 有些字體都幫到 來領導觀眾去看兩大跨快 我覺得這件事我自己覺得很幸運 因為這些不是經常想到 怎樣解決問題 他們說要是你前面剪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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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是想爭取言誓的明星 但如果你想深一層 其實這些東西是很灰狂的 那是很沒意義的 如果我們沒有一條界線在那裏 那就很容易膨脹 很容易成人為了學主的明星 有很多手段 但這些手段 你可以做得很隱蔽 明眼的東西一看就不喜歡 如果我們盡量去表達一些 私人的生活狀態去想什麼 人如其詩其實是對於了解詩很有幫助 怎樣的人就會寫詩 或者寫什麼的詩 我覺得他用這個角度去做 會比較上值得做一個電影 因為他是比較傳播得多的東西 間接地可以將那些介紹給別人的詩 我現在這個年紀 隨時都可以是最後一套戲 附近還有多少同學年紀的人 突然沒有了 我叫醫生 醫生你還有什麼其他選擇 沒有了 我即使不寫詩我也是一個詩 沒辦法了 這樣來生都要做的 沒辦法了 我已經沒有了 我真的有了 我沒辦法了 我真的沒辦法了 你有什麼好關係